陈志忠的脸书上PO出这张照片 上头写着凯达格兰基金会12周年感恩参会 相约5月19号台北见 并附上前总统陈水扁西装笔挺的照片 另一则贴文则写下陈总统致谢词 大家有赞成否 引来许多网友留言表达支持 到底能不能出席阿扁支持者引颈期盼 陈水扁的医疗小组发言人17号对外表示 阿扁将会出席 而且会在台上向支持者表达谢意 当然今年他希望能够亲自向 这么多年来支持他的人 能够亲自表达谢意 所以陈总统事实上是这个基金会的主人 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也在脸书发文 说陈总统出席致意是人情世故 应该平常心看待不要政治化 而今年募款参会主办单位也寻网力 邀请了台北市长柯文哲 高雄市长陈菊和台南市长赖清德 这些重量级政治人物一并同台 到时若再加上前总统陈水扁 势必也将引爆不少话题 记者陈立国高雄报道